揭秘中国最后的大内高手 单轻功不怕子弹 一提起古装电视剧里面的大内高手 无一不是飞檐走壁 武功盖世的 但是这都是由影视剧润花了的效果 究竟历史上真正的大内高手是什么样的呢? 王家为电影《一代宗师》中的龚玉田 就是以他为原型加上编剧与导演自己的发挥 塑造了民国时期一代武术宗师的形象 龚宝田同志九年公元1870年 生于山东乳山市的以为普通人家 自幼家贫 曾进私说念过四年书 之后因家俊阴处 至北京投靠齐兄龚宝山 并在袁亨利对方米殿当学徒 负责向各王府送米 认识了蔡王府任职 忽然的八卦掌创始人董海川的高徒隐服 隐服看得出来 龚宝田是个练武奇才 收为门徒 要龚宝田辞了米殿工作 进宫跟着他练拳 几年后 龚宝田经过勤修虎练 武功突飞梦境 特别是青宫 人称公猴子 深得师祖董海川 师父隐服 以及多为师叔的承载 公元1897年光绪23年 学成出山的龚宝田受朝廷宣兆 进入皇宫任职宫廷侍卫 先后担任光绪皇帝 慈禧太后的贴身侍卫 因表现出色 很快晋升为侍卫总管 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侍卫从管 后来八国联军清华 慈禧太后参皇出逃 龚宝田身为师位总管 亲自护驾慈禧太后 因护驾有功 深得慈禧太后赏识 欲赐皇马挂 不过这时候龚宝田就对朝廷的腐朽落后 深有感触 索性辞官回乡 到了1922年 张作霖派人请他出山 出见面时 张见其身材瘦小 冒不出众 以其武功有诈 他窥透张之心思 愿与鄙视 遂退二十步晚 请张以枪击之 号称枪法百步灭将火的张作霖 连射两枪 皆被击中 正欲取密在射时 却听龚宝田在其背后说 我若想要大帅的命 恐怕不用大帅转头了 张佩甫至极 为其为东三省寻月 使兼奉军总教练 在张作霖帐下 他曾多次在日本人制造的试端中 保护张作霖化险为夷 直到张作霖死于日本人之手 龚宝田辞去教练职务 回到家乡 社馆授徒 希望为国甲出一份力 晚年时组织起数十个民间八卦权社 广招门徒 精心教授 其收徒集中人品 授权时注意武德熏陶 灌输爱国思想 其德义弟子王壮飞 潜心随起学义十年 1949年后 成为大陆八卦长第三代宗室 成名的弟子有上海的王壮飞 广西的江盛武 台湾的刘云桥等 1943年 因病在家中逝世 为这段传奇人生画上了句号